预备 预备 3 2 1 开始 宇文海获得开车选择权 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熊猫直播TV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世杯中世八球国际公开赛全国选拔赛的TV1号台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上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庆勇张志导上午好苏你好咱们是经过双崖山的比赛之后不到两个礼拜我就跟张志导勇元社又在一起合作了对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着深色上衣的来自江西的小将梁石鱼对阵屏幕右侧着浅色上衣的来自吉林的球手宇龙海 比赛采用80分钟限时13局7胜双方轮流冲球 本次我们的乔世杯石家庄的国际公开赛全国选拔赛全程采用双败淘汰 所以说无论是赢球跟输球的一方都将有后面的比赛继续 对 比赛开始第一局 宇龙海开球 来自吉林的宇龙海 甩线冲球 进球一颗过线两颗 开球时机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力量 在收 没有说力量非常大 对 对 梁石鱼选择了继续进攻 目前画面上比较好选的左边下方二号球单色 打进之后呢白球需要往回走 看看要利用一些低杆 嗯 最近呢就是三号可以来衔接 上来出关的这个节奏啊还是稍稍有点偏快 是 尤其最后呢 收一出的这个过程 因为他发很大的力啊 感觉这个整个的手臂的臂向 稍微有一些的变化 宇龙海的好机会 三号球可以直接上手 但这里边像四号五号的位置呢 在白球交位上还需要有一些细微的过渡啊 因为毕竟没有一个很好打的带口 看力量四号球 你们较的右边中弹 较直的话一推 刚好五号右下角 十一号这边应该是没有挡 这样就把里面最难的两个球解决掉了 本次我们的国内的选拔赛的场地 是在我们石家庄的九合台球俱乐部 对 今天也是周末啊 也欢迎咱们的来自石家庄的朋友们 可以现场来观赛 不需要任何的费用啊 这感觉好像走得有些直啊 有些直 而且刚才它前面这一杆一顶十三 其实后面也是有讲究的 毕竟你要用二号球向上 再用一七下来 而从上往下的时候 你十三顶的这个位置 后面叫黑八还是有点尴尬 毕竟八号球现在最好叫的 就是右边下方的一个底带 第一杆回来留角度 这个位置现在已经看过来了 七叫八就有点尴尬 叫出八可能就不太会好打 是 必须避过十三往左顿走 十三十五中间的位置 特别容易叫过 但如果刚才十三没有顶过来 那就直接往回一拉 就直接下面抵带了 但是还好控制能力还是在 摔先拿下第一分 比较低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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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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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时宇来自江西 他的教练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郑宇博 所以两位球手 从比赛经验上 还是宇龙海明显占上风 但是从进攻火力上 如果宇龙海 能够通过经验 抑制住 杨时宇的这种火力来讲的话 本场比赛 宇龙海还是占一定的优势 杨时宇这一边还是要率先的 避免这样的这种 11号球啊 我之前的2号球上手这样的失误 得把自己的这个火力打出来 要不然的话老是这么闷着 在抢7的比赛当中 你是很难再有反手的机会 杨时宇今天一上来 目前一看 感觉还是在拼弓多一点 对弓的态势 我觉得他还是想拼一下宇龙海明显占 毕竟知道自己的一个能力 或者是技术上会稍稍地 招对手唱一些 年轻人的一个想弓一下的想法 是 进攻也是他的特点 但这一干常态突击又是失误了 又给宇龙海一个好机会 14号球可以率先上手 11也可以 宇龙海这边看样子还是要做防守 用你的球来去挡你的球 但是11号还是漏了 打进 上方没有进攻的 下边14号在过渡 这番花球想打光还是有些难度的 尤其在10号球的位置 包括右边中带的13号 这两颗球的话 较位需要较的比较精准才可以 并且附近都是有自己的球 或者是对方球 来去作为你这个白球行进上的障碍 首先看10能不能打 13是肯定可以进攻 13角度稍稍一碗偏大 这么看10号球 就不太够 想打进可能偷一点宝点 还能有可能打进 但是你下一干就不好打 打12低杆横台 带着15K 这也是容易较不好味 看看梁石鱼 还是低杆 带一下 看效果 这种横向K 确实是不太容易出效果 如果推两扣出来 打左边底带 可以做一个选择 再来 我们勾一下红三指鱼 勾到 没打进 再来 这边鱼龙还打进洪三 下边7-4可以先处理掉 这4-2球后面 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留下来去做黑棒 角度稍显大 可以去尝试叫上方的5-6选一颗 叫到6的话 叫直推过来就叫黄1 黄1叫5 再下来叫吧 这应该不是他想要的胃 肝法还是稍稍有点偏低 先过去把1做掉 您从现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5号的右边中带 还是应该是有可能有下的 感觉是有的 这杆球黄1叫的还有点偏直啊 这角度如果不好往下走的话 只能是轻推了 不强球 请不可以推进留下黑棒再准一个 准啊 第二局 宇龙海胜 1分2比0 好 1分2比0 3分1gged1 Amin 2分3 try to do 第三年 宇荣海开始了 这边第二次试级了 很明显 这这点有点顿 就是多少还有点收 后面的话就要大力炸球了 这边先看看梁石一上手 选花球15号 白球可以吹一扣起来 争取先较到石一 右赛有点多 9号 整盘那边14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因为这个球附近就算你翻右边中带 对方5号球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阻挡 看你怎么样上方的12号球留个合适的角度 向左边去K 又过头了 前来看 感觉上来这三番球梁石一还是没有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是 小了 现在这12号呢直接向左边K也是没有角度 如果把12号打了后面在衔接14上就需要再调整 过来看了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找一个翻中的角度 最好先把这个5号上方的画色球打掉 对这颗球和5号球都是对这个翻带线路有影响 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位置 因为这一盘确实 因为这一盘确实画色球打光难度比较大了 对 不好打这盘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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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都是有影响 要掌控好力量 其实走两库是好空力 但是就怕奔这个 你无论走三库两库 两库就是奔这个 二号五号这个位置来 过了就挡你 你三库走过了之后 能降着球 但是这七号 又把你右边的地带给挡住了 实不可解了 没办法 逼到这份上 这个球主要原因就是 你不能太小力 小力目标就翻不进 你想翻进的力量 基本就要两库以上 这样又是语伦海 比较主动的控制局面的机会 但是张志导 这三盘球我感觉 咱们今天的这个TV台的速度 比咱们以前两战比赛 三战比赛感觉速度稍微慢一点 对 无计跟这个石家庄下雨 还是有关系 而且球房也是在这个地下 下雨是温度是凉爽了很多 但是这个对于打球的 我们这些球友来说 下雨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发力上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一些酷性上弹来角度的变化 白球 这一盘球 非常敢打的一盘球 你能看到一个包边 上方的十四 但这个包边 白球往上走的时候 在右边底带这个位置的六号也是 十秒 容易让你接六号力啊 也是 感觉不会打包边 还是要勾一下 勾一下更稳妥 勾到 自由球 看鱼龙海进攻啊 二五这个位置可以先选一颗 自由球 然后再利用下方的七 以及右边下方的四二跟黄一 向上过渡 二五选一颗 争取把二打掉 这样的话 两边三号跟五号 中带可以互相衔接 二号球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总在谈这个 选手的一个 比如能力啊 以及级别高低啊 或者球商 像比如说这盘球里面 刚才这个位置就能看出来一些 就给你个自由球 可能这十个人 里面最少有四套到五套方案 里面有一个或者两个人 是比较统一重复的 就是先摆哪颗 先打哪一颗 是 就我就想起 我刚开始打台球的时候 跟我这个启蒙的这个朋友啊 一块吧 他就老说我 小孙你这球打了 给你个自由球 你都不知道摆哪 对 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给你自由球 可能你上手先选择比较 简单的球 当然这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你要看整篇要先接 刚才这两颗球里边 现在中概底带也不难 只是你要选哪颗就很关键了 这样的话打完之后 后面会越来越好打 而且很多的爱好者会在 局面特别相对开放的情况下 拿到手中球之后 就不会了 同样也不知道放在哪 球中太好打了 是 球位置都在带口附近 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散盘 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我放这也能打 但就会出现问题 那这个公司还有吗 感觉好像是坐上了 确实挡了一点点 小扎一下可以 小小的对 小扎杆小跳杆都可以 因为挡了一个包篇 宇龙海在14年 我们的这个总决赛当中 包括整个赛季 宇龙海的成绩都特别好 后来到151617 这几年的感觉 也到了一个自己的平静 成绩老是忽高忽低 扎的有些多 这球也确实不太应该 梁世瑜 14号把球吃库再上去 看力量控制 正常退就好了 又过了 因为这个球不是特别好控力 所以是比较薄的球呢 基本上还是要弹 往上多一点就要抵带 哎 有没有运气 这样的话 还是我就是觉得 今天梁世瑜啊 这个出竿 节奏可能是跟自己平时 或许是差不多啊 但还有点偏快 梁世瑜比较有意思 搁点啊 嗯 双半 对对对 双半胎 嗯 三局 里面好像一分3米0 一分3米0 感谢观看 第四局 梁石鱼开球 你上来抢7的比赛 这开局对于梁石鱼来说 非常不好 不利 而且感觉状态 迟迟没有一个好转 上发其实最后两颗里边 左面下方拼那个底带 以他的准度 我就是觉得他慢一点 应该会比现在快点要好 可能他们比如说 郑义博他们这些学员 包括他本身 节奏都是偏快的 但是这个快也是有节奏在里面的 比如说你出杆拉杆的一个感觉和时间的长短 也不是说要特别快 比如说瞄完了往后一拉往前一出就要打 职业球员的这种节奏都是统一的 对 而且我们能明显看到 这几年下来 就郑义博的这个出杆的速率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也是在慢慢地更沉稳 更老练 11号有下 13号有下 这边能看到 相反是但是这个球还是要打14的 看力量 15号 带些低端 看效果 13 这一K的话应该是没有下了 带口 看不到 对 但是也没办法 15号就坐在这角度 下多低的杆 很难避过 就是不太好去掌握K黑八能K多远 对 肯定是要带一下 带开之后黑八会面会好打 但是你这一带黑八横向走 13被K到就不好控制了 他那角度还必须得带一些力 要不然低竿的效果出不来 是的 不能太轻 对 就出现这问题 现在11号刚才镜头给到啊 一个大角度的包球 组防守不打了 比分领先 主动的尝试 没有好机会的下 做一杆调整 对 比较明智 毕竟今天是第一场比赛 上午8点钟啊 对于这个球员们来讲 尤其是年轻的球员来讲 比较困难啊 大家都是习惯了晚睡 对对对 甚至于说有可能有些人要玩通宵啊 或者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不 延时 还是没有想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白球打厚一点 发力上去 看二号球 也是没有造成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13要非常轻的力量 去拿你啊 轻轻推下 有把握可以挂右赛 是 那这个球难度会非常大 这个球难度会非常大 这个球还是可以到来的 这个球还是可以到来的 还是下一根有难度 这根没可以好 我觉得打十一看他们借力吧 这借力你需要再发力 等于说借力不太好 去让你白球一酷就停在那里 轻推是最好的办法 但轻推可能会不好打 都有难度 借力需要再发力 发力过来之后白球又不是特别好 这就是一个两难的球 要没有二号球影响的出竿 可能就直接被人空心进了 这印象出竿 不好打你 今天梁士鱼这边的失误有些多 有些多 这个不是特别正常那种 多的有点离谱 正常梁士鱼应该是属于准度建场 可能白球不太够细腻 但是最起码一些半台的基本球 都是应该能打得进的 没解 解到了但是没喷酷 自由球 先摆最上方黄一 这样的话上方最少有四个中带可以去打 一号六七五 这看六号都有机会直接下来先叫二 将最底下方的这个 二号球可以先打掉 由下往上 尝试叫一根红三 叫到这八号跟十号封锡中间就行了 最差可以用后边球再来过动 这红三肯定是要争取 争取能先打就好 非常直的一个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换了 准备不好停 上去再下来 右边底带没有的话需要带一些滴杆 甚至说挂一些左扇 叫左边的带口 这枪不容易啊 第四局 梁氏余胜一分一比三 他要 polygon Matter intric 男性要停 分为三 别淘 loved guru 我 女人 apologize Eggs 第五局 宇龍海開始 宇龍海是沒有辦法 必須要大力炸 有求靜帶 開球完之後的一個白球效果 目標球也不是特別好 本次我們的全國選拔賽呢 也是將選拔出12位啊 晉級到最後決賽階段的中國球員 對 石家莊的國際公開賽正賽時間呢 是在9月的12號到15號 那麼大學生的冠軍是 之前是蘇尼日 然後在昨天呢 石家莊的選拔賽的冠軍是白龍 那已經鎖定了兩個晉級名額 那麼我們的從9月1號今天到7號結束的這7天的全國選拔賽 決出12位選手 對 那麼在8、9、10、3天 我們和首贏會 再決出兩位晉級名額 對 最後組成16名中國球員的軍團 在12到15號 以16名外籍球員 決出最後的20萬冠軍大獎 好 好 好 现在白球现在跟11号就这个角度啊 如果合适可以直接下来 不合适还得再调整 必须要顶啊 9号的位置 可以正 感把不需要很低啊 好久 风带再偏一干 关键球 这球还是要带一些力 不能轻打啊 轻打的话容易被7号形成调球 要是一个好机会 这球可以带一些右侧旋转 下来先调一 一过来之后借9号球的力啊 右下方抵蛋 解除掉对方的危险 好 这个带口现在反而是成了宇龙海的这个好机会了 有机会可以调到去接力 现在 上方 左上方的球 看不到 对 没有好就上手啊 直接往上方的话 下方带口红一颗屏幕上方的二号球啊 都是后面逼要好进攻的机会 宇龙海这干确实不好去做防守 如果下低干打9号球 该就往下放也是不好来控制 10秒 中带还能拼 打5打4 上去打6 左边中带 然后最后较黑8 有下场角度呢 可以利用一些中杆往上蹬啊 一点点像屏幕右侧的角度 还是比较直 要发非常大的力量 下低干就是4-6同带 还可以蹬过来 两次你的状态不好啊 不在比赛状态 这几干打的我感觉都是在凭记忆啊 角度留的都是 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总是需要一些强感法 一些这个法力硬登啊 改变排球的线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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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 梁石鱼开始 白球吊带 梁海上手看看这个球 目前从战时这个画面来看 单色跟双色球确实位置都不算很好 库边球非常多 上手选花球 下方十一号还需要一个准度 而且要看好条下方十四 这个白球位置 点点像屏幕左边的角度 能不能尽量的去发力 争取将黑把位置也带一下 犯规 自由手 雨龙海就跟自由给了梁石鱼之后 梁石鱼现在也是由自己的一个选择 倔力七号球 还是说找机会把对方花球先帮进 然后做一根防守 十秒 打五号去撞对方花球 滑干了 看看力量 犯规 自由球 自由球 这要是在前两战的TV台 第一天的比赛 像这种球 是不会出现这个 子球主球不碰酷的情况 所以可见我们 本次比赛TV台的速度 要比之前的比赛要慢一些 但这也更符合更多的球员们 平时练球的这个台迷速度 我看雨龙海有没有机会可以强行的去把握一下这个9号球 现在打下方两个对他来说也是不合适 有机会能够薄劲把球下来 还能再拼 来 顶裤边裤 左边边裤 打4号球就是正常 打一点点向右边 然后直扣钩 再把9号 对 争取往裤边上顶一点 对 然后挡着带口 雨龙海这边看是帮进 还是要翻带 还是想帮进 刚才这个雨龙海打9号球的角度 就让我有种似曾相识 就是在上一站 就做这个精彩进球配音的时候 刘明亮类似的角度翻体 对 打红3中带的话 有机会可以带下7 刷牙带一点低杆 有运气球 有运气 但是这个运气 之后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还需要再来用带口球调整 继续再来看准动 带一些低杆的阻塞 收着力 白球能不能放到14里面 很轻的力量 左边中带 这就可能能看到 但是不太够 哇 这个角度好刁啊 看着简单啊 真正打起来都不错 非常单打 对 要求准度很高啊 注意打底带来 不进挡带口 没挡住 那看宇龙海的关键球过渡了 首先上手打12 小心身下 不能碰球 较到一个角度 向上 再弹起来 合适 高杆推弹一挡起来就行了 左边中带 小心啊 不要掉带 这颗球的话 多少带一些保险球 带一些红酸 不能太轻 发力 好球啊 看来要扩大领先优势了 第六局 宇龙海胜 比分4比2 好球 Hank 好球啊 有次gia网络 17局 宇荣海开球 同伴是阮王 Berお堕调lt 구魄加入大力炸 dalまたつ盈利 而单次球的局面很开放也很简单 宇荣海就庆祁 宇荣海 互相比较 sería that's a shy that's a shy 上方4号球6号球先接 往下走 然后右边中带刚好有红3 可以再下来叫7叫2 角度可是继续 用中帝杆往左下方来去蹬 避开14号 叫的红3 向上的角度 9号9号 球打的感觉就是有点冒险 关键球过渡 角度不要交太大 总感觉想潇洒 潇洒不起来 是这个意思 想把自己的节奏打得流畅 没错 但是因为自己白球老是不到位 就 你看 没办法流畅 自己也不高兴 我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就看球员的比赛经验 怎么来调整情绪 控制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起伏 不能着急 比分领先 如果说这种情况下 再把比赛输掉了 就影响比较大 而且从正常比赛来看 经验上包括进攻 白球倒入率 肯定主要是高于粮食鱼的 在他心里 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这场比赛 应该能拿下 打不好的话 要尽量地尽早 做调整 还是有一颗难度的事物 后面这个位置可以叫一根翻中弹 这个球又是 继续啊 再低竿横台 但这个球多少要用一些反赛 就是左赛低竿 横台起来 有机会的话 叫个翻中 同样低竿 左边 过来 这七局 宇龙海胜 比分5比2 第八局 梁氏鱼开修 我们先去 亥物 台湾 不是 我要 将 你家人看着很很心疼啊 本来年龄小 一脸稚气 然后非常强 现在有点被动 有点被动 继续来包球 基本上打十号球 跟刚才打左边中带的球 差不多啊 同样的力 打完的干了 谢谢大家 还得是从下往上 没有带任何的旋转 完全没有看出宇龙海的意图 其实有机会了可以稍稍待一下8号 8号位置还不错 左上方空三再调整吧 直接停不住 下边再往上谈裤 第八局 梁氏余胜 比分三比五 三比 Ten 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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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幾個句 宇龍海開手 第幾個句 宇龍海開手 第幾個體驗 宇龍海這個分開大力炸之後 反倒是進球率 上升了 已經兩盤球了在自己衝球的時候 大力炸有球進 局面還相對開放一點 这个时候能看出来 这个手感已经是慢慢找到了 看没有上架的表现 高官再过来带一下 干嘛还是不够高 老球 十大十三 白球横向 我是定在那里 把十号就打掉 十号球 左边底带有下的话 再利用干法 白球再走上去 非常值得一杆球 低干向后 有机会都可以挂切反赛 左赛低干 中低干往左上方走 左边中带十一号也是有下 是 就是别小了球 轻推即可 这角度合适 白球都不需要吃苦 带着三分的优势 进入到官方暂停 第九局 宇龙海舍 比分六比三 官方暂停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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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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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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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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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